Hello,大家好,GD,我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现在在Las Vegas 今天我们会在这边开一些当地新建的房子 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开发商Toe Brothers 新开发的一个community 这个地方的地点距离Las Vegas的strip 一些知名的赌场只要20分钟的车程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Toe Brothers在业界有非常高的威望 他们开发建造非常具有设计感的quality home 在这个小区刚才我们开进来 看周边的绿化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房子的外观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Las Vegas的房价现在在全美还不算很高 这边如果你可以花到100万美元以上 可以买到非常豪华的房子 一会儿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 因为现在时间相对比较早 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户型 它这边相对比较基本的房子要在100万美元起 还有更加豪华的户型要在200到300万美元之间 一会儿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Let's go 下面呢我们在的这个区域 这个community首先叫做Mesa Ridge 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房子叫做Bridge 它这个Model Home的基本价格要在100万起跳 下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Bridge的户型 这个户型呢是三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 还有容纳三台车的车库 据说非常的豪华 这边呢是一个露天的休息的区域 这边呢是一个露天的休息的区域 对于Las Vegas的气候呢是相对比较热的 平时呢可以直接在外面休息 吹吹风 这边是一个跟主房子分离的一个区域吧 是一个office 然后这边都是这种大的落地窗 有另一个办公室的区域 我们下面呢就进到这个房子的主体 像我跟大家说了Toe Brothers这个开发商 我们自己看过这么多的房子 非常喜欢这个开发商 它设计的这个房子 非常的漂亮 实用 现代 非常宽敞的客厅 这边呢是半个洗手间 给客人上厕所用的 看一下它的客厅 这客厅的设计 跟我们在Yutah看的Toe Brothers的房子 比较像 看看它的后院 哇哦 在外面可以BBQ烧烤啊 这是一个游泳池 这种悬浮式的台阶 非常具有设计感 可以在这边休息 这房子的面积呢是3229sqft 它面积不是特别大 把这个门锁起来 一些装饰的 这厨房的那个角落呢 是一个pentry 给大家看一下吧 上面是放一些红酒 书的储藏 很期待它的主卧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从这个走廊 这边是一个客卧 这种棚顶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衣帽间 房间呢有它的独立的洗手间 这边淋浴 这边是另一个卧室 这边是另一个卧室 衣帽间 下面看一下它的主卧 主卧的一面墙就是这种大玻璃 可以看到后院 这是一道门 可以直接走出去 这边的天气很热 这边的天气很热 估计在晚上在外面睡觉 都是没问题的 主卧的洗手间好大 这个淋浴 可以双人共享 鱼缸 看看这个主卧的衣帽间 它的洗手间都是两个人的 它的衣帽间很大 在看这种样板房的时候 大家不要被这个 这种base price迷惑 像它的这种基本价格 100万 但是如果想做到这个样板房的这个样子 可能还要加很多钱 这边它的车库 洗衣房在这儿 它这个community 可能Vegas这边 很多的community都是没有地下室的 虽然这个房子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一进来给人这种宽敞的感觉 非常豪华 而且呢很多地方设计的非常适用 像它的后院呢 非常喜欢它从前门进来的这一半区域 既遮挡阳光 上面呢也可以挡雨 我们下面到它的第二个户型 叫做Grand Circle 这价格呢也差不多 它的面积呢要在3418sqft 同样是三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 三个半洗手间 从这外面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库 对吧 对吧 就是这个车库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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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第一个很漂亮 对 对 很漂亮,我喜欢它这种,我可以买的这个,就是Vegas,可以不够 对啊,它这边的天气很好,经常坐在外面去 对,然后刚刚那个Sell跟我讲说,Vegas他们建的这个,跟所有别的State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把Vegas做的就像是resort的那种感觉 但是别的State就不会像这样 不知道做Airbnb的business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研究过 Vocation house,可以 全家带着这个父母 比住酒店方便 这边是它的车库 都是锁起来 它的一个问题,它那个Gradage,你还没看到,车怎么开起来 你Model Home,它现在是封起来的 等到以后是 但是它的Drive way弄得很好 它就是Drive way中间有一道草,一道这个水泥那种 看看这个房子,它是有这个门可以出去 跟之前的那个差不多 但是它的这个区域更方正一点,更大一点 上面打阳光 这边是一个卧室 然后一整面墙的这个门,玻璃门 这样采光机好,而且呢又有隐私,因为这边就是自己房子的一个区域嘛 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房,office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太棒了 如果经常请朋友过来聊聊天,喝点酒 对,它真的就像那种resort vacation house 客厅好大 客厅好大 有讲,我刚才有出去看了一下 它那边后面这种游泳池 都是这种设计 可能唯一的不足吧,它跟邻居家比较近 不知道以后这个墙会不会封起来 如果会封闭起来也是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会的 以后会的 你可以自己再搭高一点 嗯,它这边是潜水区 然后这边就相对比较深一点游泳池 这边有啪烫 啊 这边有啪烫 啊,这边 它这里就可以直接通主卧 这边可以泡热水的 有电视啊 还有小火炉 非常有情调 这边就是它的主卧 我们再回到里面去看一下 那么隔壁的那个户型 叫Sandstone 你是说这边呢 嗯 对 看看它的厨房 Pantry 因为这个特别高 它特意设计的这种梯子 像这种大的图书馆的这种梯子 可以滑动 下面有滑轮 冰箱给大家看一下 冰箱给大家看一下 左手边 左手边是主卧 先看一下主卧吧 这个男女主人两边各有自己的洗漱台 从这边通过来 从这边通过来 是个浴室 两边各有一个马桶 这边的水平 是一个水平的水平的水平 是一个水平的水平 是一样的水平的水平 也有一个水平的水平 这边还有一个储藏室 very nice 很漂亮 我们要不要搬到拉斯维加斯这边 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work remote 而且拉斯维加斯的地点其实也蛮好的 从这边开到加州也就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你要从事一些户外运动也可以去Youta 去阿尔森那都是挺近的 Saint George 而且呢这边有全世界非常有名的赌场啊 世界美食 也有很多一些大的公司都在这边 OK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看房影片就到这 那之后呢我们还会上传 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些其他的房子 如果大家在Youta州对买卖房产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